口试课题16 亲子关系 1. 造成亲子关系疏远的原因 父母工作太忙,没时间陪孩子 孩子从小有女佣或祖父母带大 缺乏沟通,不了解彼此的想法 父母亲的期望和孩子的能力和意愿不符 父母期望过高,孩子压力太大 在一起活动的时间太少,就连周末也各忙各的 兴趣爱好不同 父母反对孩子玩手机游戏和电脑游戏 孩子产生叛逆心理 2. 良好的亲子关系的重要性 孩子遇到困难愿意告诉父母 家庭是小家,国家是大家 只有小家和谐,大家才能和谐 一个幸福家庭中长大的孩子 在性格和情绪方面都比较稳定 也懂得把温暖带给别人 全家人都会感到快乐 能更好的把精神放在学业和事业方面 没有家庭方面的烦恼 家和万事兴 全家一起用餐,吃饭的时候有说有笑 能包容彼此的缺点 孝敬老人,爱护孩子 支持家人 互相关心 发生矛盾时,懂得退让 能冷静处理和家人之间的问题 4. 如何建立好的亲子关系 父母花时间陪孩子 而不是把工作看得比陪伴孩子重要 多沟通 很多误会都是因为缺乏沟通造成的 孩子和父母都应该敞开心扉 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让对方了解,减少误会 多鼓励和赞美对方 孩子有好的表现 父母应该奖励他们 一起庆祝特别的日子 比如父亲节 母亲节 生日等 这样孩子从小就学会感恩 懂得表达爱 不论是通过行动或语言 应该常常表达对父母或孩子的爱 例如 父母买孩子爱吃的食物 孩子向父母说谢谢等等 5. 哪些活动 能促进亲子关系 父母每天腾出时间和孩子交流 分享当天发生的事 一起用餐 周末一家人出去玩 可以去放风筝 野餐 看电影等 一起做运动 一起玩电脑游戏和手机游戏 父母和孩子一起阅读 一起完成积木 拼图 下象棋 孩子和父母一起做家务 学校假期的时候 一起去旅行 参加家庭日的活动 6. 其他参考问题 1. 你和父母的关系如何 2. 很多青少年只会把心事告诉同学 而不会与父母分享 你有什么看法 3. 孩子犯错时 你认为应该用爱的教育还是体罚 为什么 吗